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黃偉哲市長 疫情期間在家上課 同學們不要忘了 一定要勤洗手 出門戴口罩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準備好了嗎 現在就跟著偉哲市長 一起學習有趣的線上課程吧 我們上課囉 小朋友我們上課囉 哈囉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這一節的國語課 等一下這個教室要進行的是 國語男一版二年級下學期第十三課 我喜歡你的第三堂課 好準備好了嗎 這節課我們會用到國語課本 還有國語洗作 好在前兩堂課呢 老師有教同學呢 一些基本的朗讀的技巧 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沒有練習好幾次 喔有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驗收成果囉 好那請把你的課本準備好 翻開一百零二頁 看你是要坐著或是站著都可以喔 那我們就兩手自然的往前放 好那肩膀的部分呢我們就放鬆 好把書本拿好 好那老師陪著同學我們一起來把第十三課再朗讀一次 好三二一 十三我喜歡你 我知道我為什麼喜歡你 我開心時你會跟著我大笑 我失敗時你會鼓勵我重新站起來 我喜歡你 下課時我們會一起到操場旁 伸長脖子 瞇著眼睛 看著朵朵白雲 讓每一件事情都變得特別有趣 我喜歡你 當我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待在我身旁 看我讀書 練習彈琴 講再久的故事 你也都認真聽 我喜歡你 不論春夏秋冬 不論刮風下雨 我就是喜歡你 好很棒 小朋友都念完了 那自己有沒有發現 或是旁邊的爸爸媽媽有沒有發現 比我們星期一第一次朗讀的時候 是不是進步很多了呢 好 那我們朗讀完這課課文之後呢 我們要來看看這一課的課文結構 好 上次我們有說過呢 第十三課 我喜歡你 是一首什麼 答對了 童詩 好 那童詩呢 它有幾個特色 你看第一個 它的句子呢 都短短的 然後呢 在每一個段落的上面有沒有空兩格 喔 沒有對不對 它都是長的一樣高的 好 那如果沒有空兩格的段落 我們要怎麼樣知道它是哪一段哪一段 喔 那小朋友有發現對不對 好 在第一個段落和第二個段落的中間 它會空幾行 來告訴我們呢 這是分下一個段落 好 所以呢 這一課一共分為四個段落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 看課文的結構 好 那我們呢 可以先從小男孩喜歡的對象 好 喜歡的對象有誰 喔 第一段提到了他的家人 然後第二段提到了同學 他的朋友 然後第三段 是那一隻很可愛的狗狗 他的寵物 好 那分別呢 在這三個段落裡面呢 他講述了跟他們相處的情形 家人呢 和我一起開心 會和我一起難過 在失敗時候會鼓勵我 那同學呢 同學一起到草場去玩 度過了快樂的時光 好 那隻小狗狗呢 寵物可以陪他做任何的事情 好 那最後一段的結論是什麼呢 不論什麼時間 不論何時 我都喜歡你 好 我們呢 看完了這課的課文結構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短語練習 好 老師為同學挑的第一個短語呢 是看著朵朵白雲 好 平常呢我們在計算白雲的時候 我們用的單位量詞是 一朵白雲 兩朵白雲對不對 好 那老師要問問題喔 請問呢 看著朵朵白雲喔 這個朵朵到底有幾朵啊 要不要算一下 沒辦法算對不對 好 那其實呢 我們呢 單位量詞 當我們用疊字詞的方線呈現的時候喔 有沒有覺得讀起來比較活潑 而且畫面會有一種動感的感覺對不對 好 所以呢這在我們寫 寫作的時候 小片也可以運用進去喔 會讓你整個的文章會更有變化喔 好 那看著朵朵白雲喔 好 第一個看著 好看 它是動詞 好 所以這個短語是動詞 然後加上什麼 加上後面第三個白雲名詞 我們要呢 怎麼樣去計算這個白雲 我們用一朵白雲對不對 好 那這個短語的結構就是 一個動作 好 看著啊 什麼東西 名詞的前面的單位量詞 要記得把它變成疊字量詞 好 我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點複雜欸 喔 沒有啦 我們一起來練習看看喔 好 那這個句子呢 拍下怎麼樣的照片 好 那同學記得剛才老師提醒大家的喔 照片的單位量詞是一張 所以這一句的短語練習 我們就可以說拍下張張照片 好 答對了嗎 好 那第三個短語跟第四個短語喔 我同學來動動腦喔 下著什麼樣的細語 好 知道什麼是細語嗎 喔 細語呢就有點 嗯 像那個小小的雨絲有沒有 毛毛雨的這一種齁 那我們在形容細語的時候 我們用的單位量詞是 一絲細語 嗯 變成短語練習可以 有答案了齁 好 那第四個飄著一片雪花 我們先把它想成一片雪花 那變成單位量詞的時候 變成碟字量詞的時候 飄著怎麼樣的雪花 我們讓這整個句子呢 就是讀起來的時候更有動感喔 好 好 你有答案了嗎 那老師要公佈囉 3 2 1 好 下著絲絲細語 飄著片片雪花 答對了嗎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第二個的短語練習的句子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練習的是 讓每一件事情都變得特別有趣 好 讓每一件事情 那一樣喔 事情的單位量詞是什麼 喔 一件 然後都變得特別的 有趣式形容詞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來小朋友我們來練習一下 好 第二個句子來 讓每一間教室都變得特別怎麼樣 想想看 讓每一間教室都變得特別 好 這裡面有很多答案對不對 好 那怎麼樣可以形容教室 乾淨 整齊 還是呢 髒亂 好 好 那第三個句子 讓每一首歌曲都變得特別特別 特別怎麼樣 好想想看喔 好 好 好 那一樣給同學思考一下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參考答案 好 讓每一間教室都變得特別乾淨 好 第三句 讓每一首歌曲都變得特別動感 喔 聽到這個旋律呢 就很想要跳舞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完那兩個的短語練習之後呢 請同學呢 現在翻回我們的國語習作喔 76、77頁 好 這是昨天呢 請同學回家做的回家作業喔 好 我們來對一下答案 好 都做完了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76、77頁 好 我喜歡你啊 老師呢 幫大家呢 把文章朗讀一次 然後你在自己核對看看呢 有沒有把答案寫對喔 好 我喜歡待在媽媽的身旁 聽她講許多有趣的事情 媽媽還常常提醒我 不論讀書 還是練習彈琴 都要挺直身體 不要瞇著眼睛 疲累時 可以做眼睛體操 轉轉脖子 休息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對答案喔 看同學有沒有寫對喔 好 我喜歡待在媽媽的身旁 好 聽她講許多有趣的事 不論 好 這個論呢 右下角寫生字的時候 特別提醒大家對不對 是一橫兩束 好 練習彈琴 不要瞇著眼睛 好 可以做眼睛體操 轉轉脖子 休息一下喔 好 底下動動腦時間喔 嗯 媽媽呢 到底呢 我們在剛才的文章裡面呢 提醒作者呢 在看書的時候 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好 我們來看 第一個 到底是哪一個 哪一個圖片 不要躺著看書嗎 還是做好 還是第三個是 他是拿放大鏡是不是 喔 到底哪一個 喔 他有特別提醒他說 你要挺直身體對不對 不要瞇著眼睛喔 答案是第二個 好 那我們完成了76、77頁之後呢 那請同學 現在我們把席座往後翻 好 78、79 在前兩堂課 我們有討論過了 那我們今天來看 79頁的句子重組 好 句子重組是什麼意思啊 喔 就是這裡有一些句子呢 它沒有照順序排列喔 那我們來呢 念念看到底怎麼樣 它才是正確的句子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第一個句子呢 他呢 給我了我們四個 四個 四主詞 要勇敢 鼓勵我們 面對失敗 還有爸爸常常 他已經幫我們把爸爸常常 擺在第一個位置了 好 那第二句要接什麼呢 我們試試看 爸爸常常 要勇敢嗎 還是爸爸常常鼓勵我們 還是爸爸常常面對失敗 好 同學自己念念看喔 那也有同學有發現一件事對不對 喔 它有寫標點符號耶 喔 那標點符號 喔 那標點符號 那這樣哪一句會在最後一個位置 被你們發現囉 有句號的對不對 好 這個面對失敗 這裡有個句號 所以它應該擺在最後一個位置 好 所以爸爸常常 鼓勵我們 要勇敢 面對失敗 好 那你有答對了嗎 好 那自己再把句子逆一次 然後呢 把答案寫下來 那如果現在上課時間沒有寫完的話 就等一下下課的時候再把它補上去喔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句子 好 傍晚喔 喔 還有時間喔 這個傍晚要幫他找個地方放喔 好 那可以怎麼放 自己念念看喔 傍晚陪夜夜散步 是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 嗯 這樣可不可以 你也聽起來還蠻順的喔 好 傍晚陪夜夜散步 是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 好 嗯 那有沒有同學喔 說 欸老師這個傍晚這個 這個時間有沒有 一定要放在開頭嗎 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在 陪夜夜散步 是我 傍晚最喜歡做的一件事 這樣子句子 同不同順 也可以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一題呢 其實同學 你可以念念看喔 看你覺得傍晚你要放在最前面 還是傍晚呢 放在 是我傍晚最喜歡做的一件事 嗯 老師覺得這兩個句子都是可以的喔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再把這兩個句子呢 同學再自己檢查一下 句子重組的部分 好 那自己念念看 然後呢 把最通順的句子呢 把它寫下來 來 現在請同學一起來看古語席做的第八十一頁 好 我們一起來做第五大題 閱讀並回答問題 好 那老師陪的同學 我們一起把這篇文章閱讀一次 準備好了嗎 3 2 1 我喜歡看星星 有一次我們到山上觀賞流星雨 靜靜的星空中 忽然 一顆 兩顆 越來越多的星光向下流動 像灑落的一顆顆鑽石 我趕緊雙手核實 閉著眼睛 許願 星星像溫暖體貼的小精靈 可以安慰我的憂傷 分享我的快樂 滿天的星星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我喜歡看星星 好 讀完這篇文章了 老師要問問同學 你們有沒有曾經觀賞過星星的經驗呢 有沒有 哦 平常我們好像住在市區光還太嚴重 很困難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如果你要關心的話 要特別到 比較高的山上 沒有光害的地方 好 那另外呢 我們台南呢 有一個很棒的天文館 南寅天文館對不對 好 那如果呢 不能夠到山上去關心的話呢 那假日的時候啊 或者是校外教學 安排到南寅天文館 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好 那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讀完這篇文章之後呢 他問了什麼問題喔 第一個問題 他問說 文章中的我 說星星像什麼 來找找看喔 在第幾段有出現 找找看 找到了嗎 好 在第三段的地方這裡 他說呢 星星呢 像溫暖體貼的小精靈 故事裡面的小精靈都是很善解人意的 他把星星形容成小精靈 他覺得呢 可以安慰我的憂傷 分享我的快樂 好 那再來他問你 他說呢 嗯 作者呢 喜歡看星星的原因是什麼 好 一樣喔 自己找找看 找到了嗎 好 來 星星怎麼樣 喔 因為呢 星星可以分享 可以跟他分享他的快樂 安慰他的憂傷 而且呢 滿天的星星很漂亮 像一幅美麗的圖畫一樣 所以他很喜歡看星星 好 那我們讀完這篇文章之後呢 接下來呢 老師呢 要來 我們要來看看我們這一課 好 我們這一課學的深字呢 我們來講三個成語的補充 好 這三個成語小朋友有聽過嗎 好 我們來看喔 第一張圖喔 這個圖片很可愛喔 好 我們一起來認識 好 第一個要介紹的成語呢 是指鹿為馬 好 你可以看到圖片裡面對不對 有一隻小老鼠喔 他對著一隻什麼 喔 對著一隻迷鹿 然後跟他說你是馬 這是一個歷史的典故的故事喔 他意思是說呢 明明人家就是鹿對不對 你硬要說他是馬 所以呢 你這個人說話怎麼樣 喔 你這個人故意說話顛倒是非喔 就是呢 故意把白的說成黑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如何把這個直路為馬呢 應用在我們的句子裡面喔 好 我們來看第一句 他總是顛倒是非 好 你說 好 指鹿為馬 真是非常可惡 好 第二句喔 那一樣框框的地方呢 括號的地方呢 就你來說 好 即使是身為長官 也不可以要求部署做出 指鹿為馬 違背良心的事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 我們要學的成語 好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人坐在船上 然後他在那個船的旁邊呢 刻記號對不對 然後他的燈燈 他的那個 頭腦裡面怎樣 冒出一個那個想法 一把劍 好 這是一個呢 在說有一個人喔 他在搭船的時候 坐船的時候 在河中啊 掉了一把劍 他掉了一把劍怎麼辦 哇 於是呢 他就在船的那個 船身的旁邊做一個記號 跟自己說 嗯 我是在這裡掉的 那我等一下再回來撿 嗯 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因為船會被移動 喔 會移動對不對 所以呢 他好像忘記船會移動了耶 他在船身上磕 所以我在這裡掉這把劍有沒有用 沒有用喔 所以呢 他是用來呢 形容說呢 你不懂得隨著你的情況變化來 處理事情喔 好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造句如何應用喔 好 因應時代的進步 我們千萬不能 課舊求見 不知便通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三 第三個我們要學的成語 哇 有一隻小豬都在他手上拿著什麼 一個言這個字喔 吞下去 好 食言而肥 好 意思呢 就是說呢 如果你說話經常不守信用 好 就是呢 你說話講 說話不算話喔 騙人對不對 人家就會說你食言而肥 就好像呢 你把說出來的話 又怎麼樣 不守信用 又吞回去了 吃得飽飽的 他就變得胖胖的了 好 來看他的造句應用 我們呢 要說到做到 常常 食言而肥 會變成沒有信用的人 好以上呢 這三個就是我們這一刻的成語補充 好 那現在 欸 你說老師好像成語的故事聽不過癮 對不對 好 我當然知道聽不過癮喔 所以呢 老師現在呢 要來介紹一個學習霸平台的資源 那我知道呢 我們有很多老師 還有很多台南的小朋友呢 老師在線上收課的時候呢 都是用學習霸平台來備課喔 好 那如果你有學習霸平台的賬號的話呢 你就可以這邊登入齁 好那 我們現在帶大家看一下他放在什麼地方齁 好在你進入首頁這個畫面呢 上方有個叫課程總覽 請同學點進去 好 有沒有看到 好 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裡有好幾個成語故事的課程可以選喔 好 那我們就先選第一個好了 好成語故事典故的由來 因為剛才老師是很快的解釋完了對不對 但是其實每一個成語都有很有趣的故事 那小朋友現在雖然才二年級 可是過了這個暑假我們就 我們就要升三年級了很好 那成語他的故事喔 老師相信故事是 從零歲到九十九歲喔 包括老師現在也都很愛聽故事喔 所以我們從故事裡面來多學一下這些語詞 是很好的入門的途徑 好 那我們點選 點選進去之後呢 請同學看一下左上角有一個參加課程 好那你如果本來就有學習吧帳號的同學 你就可以自己參加這樣的課程 好他就請你登入 那你就會更有系統的來學習 好那如果你目前呢沒有學習吧帳號 那你要在哪裡找到這些故事呢 好你可以到YouTube的平台 從YouTube的搜尋關鍵字我們輸入學習吧空一個成語 好我們也可以找到呢學習吧放在這上面的成語故事系列喔 好那上面一共有收錄了69個成語故事 好那這部分呢同學呢也可以應用 別開設備 好那我們現在呢回到學習吧的畫面 好老師是非常推薦同學呢可以加入他的課程 那我們剛才呢有學習到的有一個成語 好再傳向科技他要去找見對不對 好這個故事呢如果你想要繼續收聽的話 那他收錄在學習吧的成語故事喔 典故由來第二單元 好那因為我老師之前已經加入了 好那加入之後呢我們 因為這部分每一個他都是一個獨立的小故事 所以呢大家不用從第一個故事開始讀 你就往底下看 好找到你有興趣的 找到你有興趣的那個故事開始喔 那老師呢帶同學來認識一下這個資源喔 好那你找到了嗎 找到在哪裡啊看看喔 好課舟求見對不對 好我們打開之後呢第一個呢就是 剛才介紹youtuber他有一個故事的導覽 好那故事導覽你點進去之後 這邊他就可以開始把這篇文章呢 然後用講故事的方式說給同學來聽 成語故事系列 課舟求見 小朋友 你有聽過課舟求見這句成語嗎 課舟求見是比喻固執於個人的想法 不知變通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課舟求見的故事吧 很久很久以前 楚國有個自以為聰明的人 好有沒有發現他在閱讀的時候 他閱讀的閱讀到的那個字句有沒有 底色呢會變成紅色的 自己的感覺 不太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 有一天 他搭了一艘小船渡江 卻不小心讓水深攜帶的寶劍掉進水裡 一旁的船夫著急的說 你快點想個辦法 把劍撈起來啊 楚國人急著趕路 不想立刻跳下水去撈寶劍 便從口袋裡拿出一把小刀 在船身刻了一個記號 就我們剛才看到那樣圖片 用來記錄劍滑下去的位置 想等到上岸辦完事情後 再回頭尋找那把劍 船夫惋惜的說 現在不趕快下去撈 等船開了一段時間後 你就找不到寶劍掉落的地方了 楚國人不慌不忙的回答 我已經在船身做了一個記號 只要從記號處下水 就能找回寶劍 船隻繼續前行 楚國人想著船夫說的話 覺得很有道理 便要求船夫靠岸停船 讓他下水去撈回寶劍 楚國人從刻了記號的船邊 跳到水裡去找寶劍 但撈了老半天 卻徒勞無功 只好慢慢游回船上 這個自認聰明的人 卻沒想到船會不停的移動 前一分鐘和後一分鐘的位置完全不同 而寶劍掉入水中後 雖然受到水流的衝擊 位置有了變動 但是也不可能跟隨著船移動 就算做了記號 又有什麼用呢 可船求劍就是從這則故事演化而來 用來比喻居膩固執 不知變通 君王如果一直用老舊的方式治理國家 不隨著時代轉變而調整方向 國家就不會繁榮進步 就像這個求見者的行為一樣 令人困惑 小朋友 若是如果太堅持自己的想法 不隨著當時的情況做改變 可能會因此而措施機會哦 但是做任何事還是要考量自己的能力 注意周遭的環境 才能避免發生危險 小朋友 聽完克舟求劍的故事 好 那我們故事就聽到這裡 好 在學習爸的學習模式裡面呢 呃這個成語故事的導讀 他會帶著同學把這篇的文章 這個故事呢慢慢讀給你聽 那老師當然知道啊 你在YouTube上面 有時候搜尋成語 會有很多動畫很好看很好笑對不對 好 可是老師覺得 欸 那個有時候動畫其實呢 他看完就忘記了 好 那所以呢 你在學習成語故事的時候啊 是覺得如果你可以從學習爸這邊 欸 我們大概呢把故事 整個完整性的比較閱讀過 然後再去看那些動畫 其實你的印象會更深刻哦 好 那左邊這邊呢 它還有一個開始閱讀的畫面 好 那這裡呢 就是把剛才的文章 它變成什麼了 剛才的文章 是讀給你聽對不對 好 這裡呢 是你可以自己呢 來 來閱讀這篇文章 就像你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學生畫技的功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功能 好 在朗讀練習的部分呢 這裡呢 同學呢 你可以自己試著讀讀看 然後呢 它會幫你做語音辨識 好 這裡呢 還會有 好 小試生手 小試生手呢 它每一個成語 它會出幾題簡單的問題 來問同學 那只要你剛才有 一起閱讀完 回答這些問題 都是沒問題的 好 那雖然我們是 只有低年級哦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題目旁邊 是有注音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試看看 好 那再來呢 就是它會提供了 像我們這一個成語 對不對 它會有一些 深自的習寫啊 詞語的認識 好 那在這一節課 結束前呢 就把這個學習資源 推薦給大家 希望呢 小朋友呢 可以好好的利用 好 就這樣囉 拜拜 小朋友 用眼30分鐘 要記得休息10分鐘哦 現在請跟著老師 一起來做護眼操吧 首先拿出你的食指 我們先來按壓上眼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接著按壓你的鼻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來是下眼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後是太陽窩 然後是太陽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接著把食指拱起來 我們來按壓上眼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來是下眼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最後 請伸出你的食指和大拇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來是耳垂 再來是耳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我們的護眼槽 結束了 有 三 四 五 七 八